女团当中的个人也迷失在各自的抉择路口 前1931组合成员陈亦凡和姐姐陈亦欣 都是所谓的圈内人 姐姐曾是女团SNH48成员现已推团 大家好 我是SNH48 Team H2的多多陈亦欣 而为正因报名新一轮偶像养成节目 而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 他们就一直劝我就是回家里面就不要再走这条路 所以我就会有一点不甘心 没到尽头呢 就还得努力 我也表明了我自己的态度 希望他们可以尊重我的选择 怎么办 什么什么 八百米不同意我参加的节目 你自己想不想参加 想啊 不然我都能在找你吗 如果参加之后要是没有被选进去呢 要是第一期就淘汰了 不会这么快 第五期才开始淘汰 也有可能 不会的 我就是想知道你要是一开始被淘汰了 你会有什么变化 你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 我肯定不甘心呀 但是你知道机会是很难等到的 就是不是说会有很多机会等着你 就是这个节目是你作为一次 我觉得是 的机会 嗯 你要是被淘汰了 你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如果被淘汰了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因为像 因为我就二连拜 为什么是二连拜 因为1931993了呀 你想 我当时去参加那个 那么就一盆冷水泼下来 你以为臭小鸭能变成白天鹅啊 就这样说我 对呀 臭小鸭就是变成 变不了白天鹅 我觉得我是喜欢这个东西的 为什么我要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明明这个东西就在我眼前 我只要努力一下 争取一下 说不定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就是摸黑我的 正式宣布结散 网友刷屏感慨 结散这天 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女团 那么事件背后 是行业的没落 还是经营的不善呢 不管是经营者还是成员 当下女团内部 悲观和迷茫的情绪 正弥漫开来 就在那儿 就那个 外观看起来不咋样 但是里面非常好 这里就是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 哈哈哈哈 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是不是租出去了 还没有啊 我能不能进来看看 不行啊 不要到现在 什么都没有的了 全都没了 啊 什么都没有了 你上去也都是 什么都没有的了 我来到五岁 哎你好是李先生吗 啊是的 啊你好 我现在在那个大关中路三号这边 我想问一下 大概是多少钱呀 一个月五十五万 一个月五十五万 对 我现在就在门口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行吧你跟那个保安说一下 哦 哦 我的天啊 就这个 以前放的都是服装 我们会有特别公演 然后情人节 哈哈 这是纱裙 哇这么好看的纱裙 我们把丢掉了 嗯全新的 就我觉得以我们公司的 什么武艺重金 我觉得可以达到的很好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我会不会重新带着的药物 这是我们以前到 拍摄的地方 这是我们公演的衣服 每一个衣服都会洗 自己的名字 这是小梦的 长成这样子 就是solo 谁solo 谁穿的 太惨了 公演的衣服也好贵 就是说每个人的衣服 是两到三千的 价格 然后就是出去找摄影师做 每一件 每一套是染白 这样就 浪费了 那天老板就来了 开口就讲说 就是很抱歉的通知大家 那这个组合 到今天就结散了 就当时会有一点 脑袋空白 就是其实这个结果我想到过 但是我没想过这么快就说出来了 就没人讲话 就当然他就默默的 就会有人在哭 是 师傅 这这个现在要弄成什么呀 演播厅啊 租出去了是不是 哦 原来舞台就在 你看那水泥地有一层 深深的那一条坡 那个就是舞台 然后就有一个过道 然后这就是观众区 但是他现在 把这个给堵上了 我当时一点真实感都没有 就是我没有感觉我们这个团三了 三年的项目就是说舞技打造就说没就没了 我很没有那种实感 我说得不错 对 因为你会不错